大家好 爱锤的小王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流风鸣世界 许多韩国艺人在全球各地都有广大的粉丝 而近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特别公布了 2023年韩流白皮书对于全球最受喜爱演员特普什的调查结果 近日Innetflix 黑雅荣耀第二季杂盘事业巅峰的宋慧桥仅第四打败李中硕 而冠军竟大幅超越两大男神 玄冰恐流夺冠 全球票选最爱演员特普什金秀贤1.2% 排名第十名的则是大家最熟悉的另一名男神金秀贤 今年33岁的他自2007年就出道 2011年和秀智搭档演出《梦想起飞》 男主角宋森栋而让他人气极窜 KBS演技大赏中获得最佳新人 人气 最佳情侣三大奖项 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人 其后拥抱太阳的月亮 来自新兴的你更是让他成为风靡国际的男演员之一 退伍后人气也不解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也拿下了相当高的收视率 在一圈拥有好人员的他 也时常友情客串多不戏剧 在不少居住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哦 全球票选最爱演员他不久 郑浩颜1.3% 因为由游戏饰演将小 而让他的人气极快速度飙升的郑浩颜 如今才27岁 算在203年就已经以模特的身份出道 也是国际知名超模 不过实际演员身份出道 却是在2021年 而且游戏这是他的出道作 更是他的代表作 虽然目前还并没有接演新作品的消息 不过凭着游戏游戏 而让他的IJ粉丝人数 从原本40万 飙涨至2000万 成为女演员粉丝追踪术第一名 他未来的动向也是相当让人瞩目 全球票选在演员Top8 IU1.6% 在营圈所有残女之声的IU当然也上榜了 如今才28岁的IU 早已站在演语圈的金丝海顶段 13年前的2008年就与歌手出道 才出道就凭着超群的实力大获成功 拥有相当亮眼的成绩 除了歌艺之外 IU的演技也是一等一的好 2022年以演员身份出道 也是出演梦想起飞Dream High 随后也见了最佳李纯信 制作人 不过他最具代表性的则是 月之恋人步步惊心 李 我的大叔 德鲁娜酒店三部 三种歌星不同的角色 IU都相当收放自如 更获得了不少奖项 全球票选最爱演员 Top7 全志贤 1.6% 现役模特身份出道 进而在1999年 以演员出道的全志贤 在出道当时 就已经获得相当大的关注和人气 可以说 每一部不论是电视剧 或是电影 都是他的代表作 例如我的野蛮女友 来自星星的你 蓝色海洋的传说等 更是韩国界 身价第一的女演员 已经40岁的她 如今已是拥有两个孩子的辣妈 虽然戏剧相对先前 接的比较少 但每次出演新戏时 都还是相当受观众们欢迎啊 全球票选最爱演员 Top6 宋仲基 2.1% 排名第6 赢得则是宋仲基 今年36岁的她 还是用着一张babyface 自2008年 以电影双花店出道 也在电视戏剧 电影 综艺主持 多方发展 虽然近期 都以戏剧为主 但她电影及电视剧的代表作 可说是相当之多 例如电影部分 有狼少年 军舰岛 胜利好 电视剧则有 成军万绯闻 善良的男人 太阳的后裔 阿斯达 年代记等等 虽然经历了 双送灵魂的风波 但随后 她又在凭借着 财发家的小儿子 获得大众的好评 人气 丝毫不减当年 韩六百匹数 全球最受喜爱演员 Top5 黑话律师 李正硕 1.5% 李正硕 过去凭借 听电影的声音爆哄 还曾登上 韩国富比式 名人榜 第12名 后续作品 皮诺秋 W 两个世界 也都好评不断 去年 还凭借退伍首作 黑话律师 再度攀上事业巅峰 更获得 NBC演技大奖的 大赏 殊荣 前阵子 刚热爱 IU李真的李正硕 可以说是爱情事业 两得意 而李正硕 不仅登上全球第五 还是德国的人气冠军 虽然没有登上 台湾Top5 但在中国 俄国 土耳其等国家 也都榜上有名 韩流白皮书 全球最受侠演员 Top4 黑暗荣耀2 宋慧桥 2.0% 宋慧桥连续进入 最受欢迎的 韩星前5名 而且老无过的 稳居第4名 这是唯一的 韩国上榜女明星 可以想见 宋慧桥 非常的受欢迎 宋慧桥近期 凭借Netflix韩剧 黑暗荣耀2 再盘饰演巅峰 不仅破格演出 大受好评 该剧更一句 收获好口碑 及收拾成绩 火热程度 不言而喻 他这次饰演的是 复仇女神 完全不同以往的角色 42岁的宋慧桥 用作品再次证明 自己的受欢迎 并不是浪得虚名 因为先前两部作品 男朋友 宪政分手中 接连滑铁卢 凭借这部剧 宋慧桥再度站稳 而宋慧桥不仅是全球第四名 在美国 澳洲 印度等国 也都高居第二 不过在台湾 同样人气爆棚的宋慧桥 却意外跌出台湾的前五名 相当令人意外 韩六白皮书 全球最受喜爱演员 Top3 爱的迫将 玄冰 2.4 位居第三名的玄冰 也是发生了很多人生的转折 但都是喜事 他不仅迎娶了孙一珍 而且两人的孩子已经出生 成为时下最受欢迎的 韩兴夫妇 玄冰 过去早已凭借秘密花园 及多部卖作电影 奠定一线男演员地位 他和孙一珍主演的韩剧 爱的迫将 大受欢迎 他也攀上视野巅峰 同时 玄冰也是在大一幕 接演了不少作品 目前可能已经在国外拍摄新片 想必也是很思念自己的儿子和老婆 玄冰 为什么大受欢迎 主要还是他的高大帅气形象 同时 他表现得很低调 也没什么绯闻 但丝毫人气不减 登上全球最受欢迎演员 TOP3 玄冰不仅在全球排名第三 同时也在台湾排名第二 几乎榜单名列的各国 也都有他的身影 即使年过四十还当霸 玄冰仍然炙手可热呀 寒牛白皮书 全球最受欢迎演员 TOP2 Chunk 孔刘 2.7% 人气火红的摔大树 还有这位 孔刘过去凭借鬼怪 走红全亚洲 席卷一股大树风潮 还有熔炉 石速列车等多部高票房电影 奠定他千万演员的地位 他虽然只是客串了游游戏 但还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他非常低调 基本上没啥绯闻 而且演技也是很不错 特别形象非常的不错 近日孔刘更精细传出 有望剑新剧Chunk 与性看眼 徐玄正共谱浪漫恋曲 诗歌依旧 没拍摄爱情喜剧的他 也让粉丝期待之爆棚 孔刘其实作品不是很多 但都是中两级作品 影响力巨大 他受欢迎的原因 还是单身和帅气的外形 以及给力的作品 与玄冰同属 韩国顶流男神的孔刘 也登上全球最受喜爱演员名单 并超越宋慧桥 玄冰 夺下第二名 而孔刘更以9.3% 夺得台湾第一名 超越玄冰 IU等人气演员 韩流白皮数 全球最受喜爱演员 TOP1 问问星星吧 林允浩 9.1% 林允浩没有新作品推出 总会引起热烈的讨论 而他的演技也备受好评 林允浩在花样男子中 扮演的角色深入人心 将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而有痴情可爱的居俊表 鲜活地展现于观众眼前 获第45届 白奖艺术大奖 电视部门最佳新人奖 在城市猎人 以干练的好身手 和成熟的样貌 成功拓展了戏路 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 在信誉中 将催婴细腻而强烈的感情 变化演绎得很到位 镜片一个眼神 变向角色形象 展露无遗 还有继承者们 蓝色海洋的传说 The King 永远的君主 等也收视可悲 双丰收 李敏浩与Apple TV 拍摄《百清歌》第二季 再度引起寒流风潮 深受海外观众们的喜爱 李敏浩这次评选中 不仅以9.1% 大幅领先控溜 选宾的男神 还连续5年 称霸全球最受喜爱演员 Top1的宝座 还一举包办 高达16个国家的冠军 包括中国 英国 美国都在内 影响力堪称世界级 而李敏浩今年终于要写新剧 问问星系把回归 还将搭档爱情剧女王 孔小镇共同出演 渴望再盘事业巅峰